我是谷阿末 我今天要说一个找回身体的故事 故事就从男主角跟男主弟的妈妈病死后 他们决定使用这个有炼金术的世界中被禁止使用的 人体炼金术炼出妈妈开始说起 那天他们启动 人体炼金术的正法后 男主弟就被吸了进去消失了 之后男主角一直研究怎么找回他弟 直到他长大的这天 再次使用他研究出更完整的人体炼金术 他就见到了虚空中的炼金之神 而炼金之神表示 炼金术是等价交换给我对应的材料 我就给你们人类想要的东西 你想炼出你弟代价很高哦 我觉得你先炼个灵魂试试看好了 给我你的手脚当材料吧 于是男主角就从炼金之神手上换回他弟的灵魂 并让灵魂附在一个钢铁铠甲上 而他自己则是少了右手左腿 只好装钢铁一枝过活 后来男主角当了警察 并查出传说有一种能足够当人体炼金术材料的生命之石 但他的警察朋友放火男跟暧昧女 却跟他讲那是谣言而已啊 世界上根本没有那种东西 可是男主角经过打听从警察开枪男身上得到情报 得知炼金术研究男知道生命之石在哪 而研究男却说是他的朋友叉叉男才知道 但他隐姓埋名躲在北方城市 你自己去找他 而且为了报答我提供这个情报给你 希望你能让你弟留下来陪我做一些研究 于是男主角就丢下老弟改跟帮他做一只的青梅竹马 女主角一起坐车要去北方城市 找叉叉男一个主角有个漂亮的青梅竹马 很合理吧 不需要多解释吧 然后他们就找到了叉叉男 正打算听他解释怎么得到生命之石 大魔王就跳出来用变化手指把叉叉男插到墙上插死他 顺便跟他解释说 知道生命之石的秘密都得死 我找你很久了 多谢男女主角带路 然后大魔王就走了 而心脏被插爆的叉叉男 硬是说完去第五炼金研究所查真相啊 才死掉 人死前总是来得及把话讲完的放心 之后呢 主角就回来跟开枪男还有他的助理女 一起讨论第五炼金研究所在哪 我们国家只有1到4号炼金研究所不是吗 此时警察局长刚好路过听闻此事便告知 第五炼金研究所是老一辈才知道的东西 那边现在已经改成一个食品工厂了 但男女主角跟男主弟来食品工厂查看 却发现这边早已废弃 什么都没有 这下线索断了 怎么办 不怕 因为开枪男自己在办公室研究出 他们国家1到4号的炼金研究所的位置 几乎可以连成一个大型炼金镇 但炼金镇是五角形 也就是说缺的一角 应该就是叉叉男说的第五炼金研究所啰 而且依炼金镇的形状来看 第五炼金研究所应该是在现在的废弃战斧营的位置上才对吧 那为什么局长男要骗我们说 第五炼金研究所是在食品工厂呢 突然大魔王又跳出来要插开枪男灭口 不想让人追查生命之时 但开枪男一个小刀爆头打倒大魔王 在趁他竟然没死的 把头上的刀拔出来时趁机逃走 并跑到路边打电话给 他的警察兄弟放火男 求救弹大魔王的手下 变身男却跳出来变身成放火男的样子 开枪射死开枪男 而路人看起来都以为是放火男杀了开枪男因此报了警 啊开枪男死前肯定也是把第五炼金研究所的事告诉放火男 说完才死就跟你说人死前绝对来得及把遗言讲完才死 放心 总之放火男就前来废弃战斧营调查结果遇到 开枪男的助理女带警察来说他杀人要逮捕他 啊听到消息也以为放火男杀人的男主角 就跟放火男的暧昧对象暧昧女赶来了解来龙去脉 突然放火男看出眼前的助理女是假的 于是炼出火烧他果然让他现出原形变回变身男 那变身男看穿帮了就帮忙解释说对啦是我伪装成 放火男去杀开枪男的所以大家不要误会放火男哦 此时大魔王带着手下没屁用男也跳出来准备支援变身男撤退 双方一阵打斗后不重要的警察就逃光了 大魔王也打伤放火男 并警告他们赶快离开这里我不想杀你们 你们下一集还有用啊掰 和男主角一头雾水想了解来龙去脉的开始追杀大魔王 一路追到了废弃战斧营内部 却没想到研究男竟然在里面还跳出来说我抓了女主角当人质 所以请你不要反抗的听我解释来龙去脉 我前面已经透过你弟的灵魂跟炼金之神接触 终于了解生命之石是什么还有怎么运用了 没错政府成立的五个炼金研究所真正的目的 是要用来画一个大型炼金镇 然后把战斧当成祭品进行炼金做等价交换 用越多人的生命就可以炼出越强的生命之石 所以这东西当然有足够的价值炼出任何人体或灵魂 然后研究男就被大魔王从后面插死了 他原本以为研究男还没发现 生命之石的真相所以放任他研究 结果他竟然发现了只好杀死他咯 忽然换警察局长男跳出来说 好烦哦我们当杂鱼的都要一直解释来龙去脉 反正我跟研究男两人是同一队的 以前政府练出了大量生命之石 想用来赋予天花板上那批人偶生命 创造不怕死的军队但练出生命之石后 却研究不出怎么使用 于是取消计划把人偶跟大量生命之石藏在这 生命之石赋予人偶生命的炼金术 现在我只要启动按钮 激活阵法让生命之石进入人偶体内 我就可以得到大批有生命的人偶军队来吧 人偶军队们跟随我一统天下吧 诶诶等等那干是一统天下不是吃我啦 然后局长男就被失控的人偶大军吃了 大魔王跟手下看了觉得无奈 因为研究男跟局长男研究出来的 生命之石赋予人偶生命炼金术 是错的才会练出一批不听话的人偶大军 接着所有在场的人包含男主角大魔王跟警察们 都开始联手消灭会造孽的人偶大军 避免世人发现这些事 他消灭完大魔王打算带手下离开时 男主角跟放火男却追来攻击他们 逼他们自我介绍 不然看不懂你们是干嘛的啦 于是双方展开决斗 大魔王各种手指插放火男各种炼出火焰 男主角各种炼出石墙后 大魔王就开始解释说 你们是杀不死我们的不如让我们走 因为我们是被人体炼金术炼出来的炼金人 心脏是用生命之石做的 所以可以利用生命之石的能量 无限从生 但是是谁炼出我们的不能跟你说哟 他知道状况后放火男就炼出火焰 把变身男的生命之石能量烧光 他就死了 再把大魔王烧烂 抢走他的生命之石心脏 他就也死了 大魔王手下没屁用男就逃了 最后男主角跟他弟 决定不使用这种用别人的生命 炼出来的生命之石 去炼回男主弟身体 感觉很不道德啊 于是他们跟女主角继续上路 寻找其他炼身体的办法 故事就暂时结束了 看完这个故事 呃 我想我还是没学会怎么使用炼金术啊 可恶 这故事应该是在教我们怎么使用炼金术 没错吧 咳咳 对了 古阿木粉丝感谢期期间 只要今日头条的朋友 对我这则讯息的影片进行留言 每个影片都抽六位 送你古阿木凤梨书一盒哦